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有一個熱點話題 其實除了新疆以外 台灣也成為國際的討論焦點 我們看看 問一下亮哥 最近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傳出要訪問台灣 來看到整個流程 是18號的時候金融時報說 8號可能會造訪台灣 展現對台灣支持 趙立堅就說 這個會是有一些堅決有力的措施 然後拜登就開始說 這不是一個 軍方認為不是一個好主義 還說10天內會跟習近平主席對話 然後來看到 汪文斌馬上說 我們如果你真的來的話 會反制說到做到 那針對兩國元首通話 他說目前沒有相關的消息 然後裴洛西他自己怎麼說 說我會展現對台灣的支持 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也說我沒有提到什麼台灣獨立等等的 另外針對於 這個要不要來台灣這件事情 他說因為安全的考量 他不會講說特別是怎麼樣的 那另外最近又看到 這個金融時報又說 如果他真的來台灣的話 中國警告美方說 可能會軍事回應裴洛西訪台 然後最近又看到 美國駐入大使Burns 他也回到了北京 希望要為習拜會通話做準備嗎 還是真的有一些情勢比較緊張呢 博恩斯回去除了習拜通話 也為了佩洛西這個事 他要回去掌握確切的情況 看大陸會什麼反應 目前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白宮基本上是認定 在10月20大開會之前 那中方就是定位為非常敏感時刻 不能夠有重大變數發生 這就是重大變數了 對 當然 不過中方就是這樣認知嘛 白宮是這樣認知啊 那我認為他這個認知是對的 是啊 那可是現在問題就是拜登那個大嘴巴 因為我今天也看到華爾街日報寫社會論 公開批評拜登 說你那張嘴在幹什麼 你可以不要講啊 你可以私下去談嘛 可是他講出來就變得很麻煩 因為他講出來就會變成說 那佩洛西如果因為這樣 就10月之前不來 那美國就是示弱 對中國示弱 對 然後拜登也會被民主黨內部批評 說你這樣我們一定會被共和黨罵死啊 那我們年底怎麼選 所以現在就有一種說法 我今天也看到華盛頓郵報有另外一篇文章 又是那個Josh Rogan寫的 OK 他寫了一個說法說 很可能 佩洛西他會先 因為他不是一個人要來 他是一團人要來 他是亞洲行嘛 他是這樣他先去日本 對 然後到台灣 然後去印尼 然後去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就要去五個地方了 那台灣是第二站 那事實上從日本飛到台灣這一段 確實 確實很可能被製造一些困擾嘛 這個美國軍方的評估也非常具體啦 聽說米利也跟他講啦 就是說很可能 他用的詞叫攔截啦 可是攔截有很多方式啦 比如說人家可以在附近演習啊 OK 造成你必須繞飛嘛 那繞飛就沒有面子 或者真的上來扮飛啦 很多狀況 那很嚴重 那也有軍方提出到一些方案啦 說那美國航母就開到附近 那個艦載機要飛上去護航這樣 那那個就已經 台灣要開戰 已經太激烈了啦 所以現在聽出來 我聽到那個華盛領郵報那個 因為他也有很多軍方的朋友 聽說目前的方案是 讓本來要來的水團的人 10月前先來 那普魯席先不要來 那普魯席在10月之後再來 OK 目前就有人提出這個妥協案 就是說 讓民主黨也有點面子 有台階下 對 可是中方 這個只是他提的啦 那我認為他們還沒有跟中方 溝通這個idea啦 因為現在就是說 拜登那個大嘴巴 讓這個變成大新聞 然後美國幾乎 一些反中的作家 已經開始鼓噪了 就說 你這樣如果以後就不來 那誰還相信你能保護 第一島鏈的國家 就是說你如果連你自己去 你都因為對方喊的話 你就不敢去 那你以後在這個地方的誠信何在 就是這種批評都出來了 然後民主黨因為現在要選舉 也會被攻擊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尋求一種折衷案 所以普魯席到現在為止沒有鬆口 是 他只有說 我沒有要主張台獨啦 事實上這個議題根本跟台獨沒有關係 他事實上就是要比照烏克蘭 因為他去了基辅 然後他就說他要來台灣表達支持 就是這樣 那可是因為他的份量 因為他是執政黨的No.3 是啊 就是接班歲去是第三 那中方就有一些他的認知了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是非處理不可 沒有處理好之前拜習通話 我認為不會發生 是啊 這個時候拜登就又 他怎樣確診了 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培洛西他訪問台灣 最近說什麼有六套劇本 包括了戰機飛入台海的上空 或者是海峽中線 或者是進行導彈試驗 或者飛越台灣上空 扮飛培洛西的專機 或宣布台灣上空為禁飛區 另外華盛頓郵報還說 那官員們 這白宮官員不希望引起 公眾騷動的狀況之下 勸退培洛西 然後還說美國軍方比國會跟白宮 更清楚我們面對的是什麼 這個是米利 他其實有曾經講過這段話 說軍方其實比國會還知道 白宮我們要面對的敵人是什麼 大使你怎麼看 這個如果培洛西真的來的話 大陸可能真的反應很激烈 對 現在這個就是美國自己內部高層 政府把這個事情搞成一個僵局 他自己很難下台 對 非常難下台 那媒體的話都是嗜血的 媒體就鑽見縫插針 而且這個當時拜登 這個就是Financial Times 一登出來以後 媒體就在做這件事 那拜登那個回答就是 把這個新聞裡面丟了一把 一把柴進去燒得更旺 所以現在媒體我看更旺了 連社論都寫出來了 連社論都出來了 所以把這個事情提到層次非常高 那Washington Post那篇講的也沒有錯 你就說你現在你不去了 現在都弄出來了 那你不去了 那是不是就示弱了 那一連串內政上面 外交上的連帶的影響 都看起來是蠻大的 所以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 現在就把他美國的媒體很厲害 現在就做到這一節 看你後面你政府怎麼樣來接招 怎麼樣來接招 不過我是認為拜登基本上 他本來是不太想在這個時候 Pelosi把他的佈局破他的佈局 因為他要跟習近平通話 對 他有一系列的事情 那現在在把跟中國大陸關係 炒得那麼緊張 把他抬高的衝突點 把他提到那麼高 對拜登的選情有沒有幫助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考量點 看起來拜登我是覺得他可能就是說 數多邊作戰的情況之下 他自己回過台一盤點的話 對他非常不利 非常不利 他這個能夠獲利的點 看起來現在只有 這個烏克蘭這個戰爭 還沒有失分 可是其他的戰場上他都得不了分 而且跟中國大陸這個部分 發覺我覺得 這個名著政治人物聲音很大 暗地的所有美國的這些企業界 美國在大陸有深厚利益這些財團 我想他們可能都有另外的意見 那到選舉的時候 這些真正在發揮很大的選舉的 這些幕後影響力的 是這些財團 是這些企業界 是這些大公司的負責人 那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拜登 尤其對中國大陸這個關係 他會發覺 在這個企業界 在美國的這個private sector 這個整個這個部分 他得不到好處 所以可能就要把這件 跟中國大陸關係 即使不讓他有改善 能夠維持住持平就好 可是這個Pelosi 去中國大陸可是丟到 在這個美中關係之下 是投入一顆原子彈的 這個可不是等銜的 那中國大陸可以採取的 很多作為的話 事實上的話 我看就是說 前一陣子上一次 中國大陸的這個解放軍經濟 超越中線的時候 當時我們這個蔡英文政府 做了一個宣布很有趣 他從他重新解釋什麼叫 什麼叫要採取自衛反擊 就什麼叫第一級 本來我們這個 本來這個 本來的這個 這個我們這邊的這個 這個軍隊是第一級 有第一級的能力 可是就因為海峽軍事的 這個對峙上升 蔡英文把他降了 降成自衛反擊 就是說除非解放軍開第一槍 那麼我們這個國軍是不開槍的 而且如果說第一槍 解放軍開了第一槍 那麼我們這邊國軍 要不要反擊 對不起還要報回國防部 由國防部決定要不要反擊 這個當時這個決定的時候 在台北的軍方有一些這些老將領 非常非常的不以為然 他說你不是拿第一線的軍方 你叫他吃子彈 你叫他去承受第一級 然後能不能反擊 還要回來問打電報 打個電話 打開手機好了 你有 好啦 你有SpaceX 你去問國內說能不能反擊 他說對不起 要由國防部長來決定 可能你第一線已經承受 極大的這個傷亡損失了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之下就變成 事實上是有可能 我想當時蔡英文政府的宣布 大陸也很清楚 所以蔡英文胡錫進說 我就直接飛機跟你扮飛 然後直接繞到台灣的機場的上空 是看起來以蔡英文講的這個 自衛反擊這個原則來講的話 事實上不會產生任何的交火 不會產生任何的交火 所以這一場裴洛西來攪局大戰 我覺得還芳心慰愛 還沒解決 不過真的會讓華府跟北京 兩邊的外交人員 我覺得真的是要跑斷腿了 然後最後怎麼樣做出一個 比較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一個 我覺得還不是這兩三天 三兩天之內搞得定的了 還會發展很長一段時間 是 謝謝 我短短講一下 當然誰都知道 他來一定會產生非常非常多的後果 但我想講的是 如若他真正來了 當美國覺得聯合國人權高專 去新疆沒有把事情看清楚 然後給他這麼大壓力的時候 裴洛西如果真的要到台灣來 那就請你真的來看看 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因為事實上過去幾年中間 我們有非常多 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上面 倒退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要來 你就不要只做一個面子上面 只跟你認為的你的好朋友 去見面或者是形式上的見面 真正的來發現 台灣的真實情況是怎麼樣 才是作為一個議長 作為一個民主黨 長期堅持或者捍衛這些價值的人 該做的事 對啊 來看看美麗的風景線 這裡我小補一下 他來台灣是不會過夜的 所以頂多拜訪兩個點就走了 我再補一下就是 佩洛西為什麼堅持一定要提前來 因為今年11月8號選完之後 他就不是議長了 而且民主黨可能就沒過半 可是我講的就是 美國現在每次來的人 他們都一廂情願地只看 民進黨政府 他事實上沒有看到台灣的真相 這件事情也是需要讓世界知道 不過他們就是不會 他們反正是來做 不會想見國民黨 他是來點一把火就走了 對 這個火可大了 而且承受的可能是台灣 會受到很大的一個衝擊 那最近炒作台灣牌的 其實不只是美國 連日本也是 日本來看到 這個2022年的防衛省的白批書 裡面就特別提到說什麼 你看還有一個章節是講台灣的 你看第七十頁開始 然後就開始講說 中國大陸在東海南海 繼續力量單方面的改變現狀 然後還擺出要動用所有武力 要統一台灣的架勢等等 讓這個局勢是升溫的 那日本最近的很多動作 也引發大家的反彈 尤其國際的反彈 像是日本7月22號的時候 核能監管機構竟然批准了 也就是福島的第一核電廠當中 100萬噸的處理過的核廢水 能夠排到了大海當中 他其實去年4月13號的時候說 兩年後才要來實施 結果沒想到現在變成是 7月22號就通過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引發了全世界 很多國家都很緊張 台灣這邊看起來好像 沒有那麼大的反彈嘛 不過中國大陸這邊很生氣 他說對此表達強烈的不滿 跟堅決反對 中國大陸已經向日本 提出了嚴正交涉 尤其來看到這個福島的核污水 其實會攸關全球的海洋的問題 所以環太平洋國家的公眾的健康 絕對不是日本一家他們的私事 所以你看一方面炒作台灣議題 那日本你對國際上的影響 又是這樣子 這是禍害大家 傷害海洋的事情 好 日本天天炒作台灣議題 但是你對全世界是有一些 傷害的問題 尤其福島核廢水 要排入大海啊 倩姐 日本最近的作為呢 其實跟他的宗主國 美國非常像 我用宗主國是因為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若不是美國一力的主張的話 今天的日本 無論他的政治體制跟經濟 都不會是現在的狀況 也不會是G7的國家之一 那麼為什麼我說跟美國越來越像呢 因為他也似乎俨然認為 自己是區域的警察 美國是世界警察 日本開始要扮演一個區域警察 所以他現在的白筆書裡面 包括了把外交區域化 把軍事擴張化的一些主張跟說明 那麼同時也像美國一樣 開始在重大事情上面 就用單邊主義的方式 就自行決定 福島的廢水 核廢水排除 跟我們平常說的核電廠的核廢水 是不一樣的 因為福島是一個最嚴重的核災難 那麼它所排出來的廢水 不是我們其他的國家在擔心而已 你去看看福島那邊的漁民 他們是如何擔心 因為他們說我們好不容易10年以來 讓大家逐漸可以相信 我們這裡的海產還是可以吃的 讓日本的所有的沿岸的這些漁民說 終於建立了大家對於日本的水產的信任 你現在馬上要開始去排受污染的核廢水 而且它中間雖然它說是在聯合國的 有威脅的七分之一 但是世界上沒有潛力 也沒有具體的市政 可以確認它沒有問題 所以它今天單邊主義 單方決定要把核廢水排到 我們周邊的海洋 我認為台灣的政府不能夠一心一意 只認為日本是支持你的 無論是你的意識形態的主張或是什麼 你就對它所做的事情不聞不問 因為畢竟它所排出來的廢水 也會影響到台灣 這對我們來講也非常重要 到目前為止 只有中國大陸說他們會開始監測 但是監測是Postalk是事後的 事情已經發生了以後 我們應該要去支持在日本 反對做這樣事情的 包括它的漁民跟它的政治人物 讓他們讓日本的政客 有一丁點的反省之心 給他們更多的力量 讓他們能夠阻止這個世界型的災難 在我們眼前發生 是啊 最近中國大陸 跟美國在一些博弈過程當中 發現中國大陸的聲量 真的是比較大一點點 是因為底氣滿足的嗎 尤其看到最近有個報告引發討論 就是昆熙研究所 他有一個研究報告 表示說結論就是 美軍在西太平洋是沒有優勢的嗎 你看這張圖 就是中國大陸在周遭的 這些軍基地等等的 他就提到說 美國在東北亞這個地方 就是兩個基地 包括沖繩 加首納跟普天堅 這兩個基地 中國大陸在周遭是39個基地 美國的空軍部長肯德爾 意思也是說距離大陸一千公里 一千英里以外的 美國也許還是比較強 但是距離中國大陸 一千英里以內的這些地方 其實中國大陸是贏美國的 意思就是中國大陸 反介入跟區域拒止能力 其實有達到威嚇的力量嗎 想問一下那個亮哥 您怎麼看 就是您之前也講過很多次 什麼第一島鏈 早就已經守不住了 更比如說最近有一些 什麼三島鏈之類的 中國大陸現在傳出來 轟二十也即將要是非 等等的 如果真的轟二十出來的話 哪有什麼島鏈 美國本土可能都受害 轟二十就是隱形的轟炸機 所以當然啦 而且1萬公里 它可以飛到任何地方 就是戰略轟炸機 而且又是隱形飛機 這個 所以美國已經撤了 這有什麼奇怪 美國 美軍自己都承認 而且都已經在修改 它的戰術戰略規則 就是我跟倩姐談過很多次 就是EABO 遠征前進基地對不對 不然它幹嘛 航母為什麼 它開始把它改到關島 或者澳洲呢 就是它基本上 它不會去思考就是說 要從日本直接派民過來 因為這個風險太高了 那關島事實上距離中國大陸 就將近4000公里 它就認為連關島都不一定安全 因為還有關島快遞 對不對 所以可能就撤到澳洲那條線 那澳洲跟中國大陸的平均距離 大概是6000到1萬公里 看你在哪一個位置 那至少就是6000公里 所以它都在改了啦 比如說改成戰略轟炸機 或者遠程的這個轟炸機 不要太靠近 遠程的飛彈 或者是用核潛艇 所以基本上那已經不是在 我們所講的那個海上作戰 作戰艦它的3D 就是航母開到附近 然後用飛機作戰艦 來協助作戰 已經不是這種模式了啦 它基本上都已經考慮到 這個敵軍登陸之後 你的回應方式了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戰法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是 好 我想問一下倩姐 我補一下 就是說剛才亮哥講說 我們已經觀察到USNI 就是美國海軍研究所 它講的那一系列的作法 可是它這一系列的作法呢 它有兩個名詞大家可以去查 一個是用SIF去處理Maritime COIN 因為它把中國大陸所做的事情 以前叫什麼灰色的作戰呢 把它定義為一種海洋的暴力主義 所以要做Counter Insurgents 抱歉要講英文 因為你這樣才查得到 就是要海洋防暴的一個戰略 所以它那個作法呢 看起來雖然是有一點後退 可是它還是第一層就是無人機 就去徵搜反徵搜 第二層是無人機 加有人的徵搜反徵搜 所以兩邊就會有一些對抗 第三層呢就是遠征前進基地 它裡面會有一些重要的武器部署 會有圍運補給 到了第四層就是說打到那裡的時候 它會要有絕對的武力去做非常重要的攻擊 所以它其實是逐漸升高的 Quincy Institute這個新的報告 我覺得它的重點是它要一直降溫 跟你逐漸升高是不同的 它希望它的名字取得有點硬 叫做主動拒止戰略 Active Denial Strategy 可是呢你仔細看內部的話 是希望逐漸講文 譬如說一開頭 它希望海軍的艦支 就變成比較小型的艦支 空軍去改變它的這個基地的部署 陸軍跟陸戰隊去包含了一些 中長城的反空反艦的部署 也就是修改以後 整個的軍力部署 用一種分散型的作戰能力 分散型的 所以它就會再移轉一些 比較大型的基地 目的是什麼呢 它這新的構想包含了防禦策略 軍力結構 軍力部署 就是說你一開頭 不會有一些很大的地方 讓人家攻擊 比如一個大的基地 所以它的第一個 就是它要增強它的韌性 避免第一級的時候被毀滅 因為你知道如果第一級被毀滅 它就會 態勢就會一直升高 所以它整個Quincy Institute概念 就是我要怎麼樣 讓它變成分散的 我們有一個大的基地被摧毀 說它的態勢不容易被升高 所以避免增強韌性 第二個是轉攻為首 它很多地方就改成首勢 就避免核威脅逐漸的增高 因為亮哥也講過很多次 世界上兩個如果核大國 真的要開始 不管你用什麼戰術型的核武器 或者是dirty bomb這種小的 都是危險的 所以它就要轉攻為首 然後它希望能夠降低軍費 用這樣的方式 用分散型的方式 可以降低在川普時期軍費的10%左右 這整個概念中間 最重要的是美國要改變方法 美國以前做的都是 一對一的雙邊關係 連起來像一個輪子一樣 所以他們叫做軸承 跟Fuget這個策略叫Hub and Spoke 你看外交什麼都是用這個名詞 他希望停止這樣做 增加盟友之間彼此之間的關係 而不是一對一對美國的關係 不是由美國直接的雙邊的這種關係來組成 第二個它希望降低核風險 軍備競賽 把灰區的這些嚇阻也要降低 就逐漸的就直接進入一個 低檔的狀態 而不是說我們打了一架以後 大家說我們小心一點 我們再進入1970年代的低檔 是直接就進入一個 低的冷的一個處理 最後它希望能夠增加核穩定 降低那種可能產生巨大衝擊的熱區 台灣就是其中之一 減少美國不要對別人去提供 不合宜或者昂貴的承諾 譬如說我們一定會軍事來幫助你們 或我們絕對會防禦你們這種 不合宜或昂貴的承諾 最後要建立管控機制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都是看起來很像 可是Quincy跟USNI 他們所提出來的未來的世界 一個是節節高升到 美國保護自己的戰力 最後它就用它巨大的攻擊能力 去反攻 保護 然後阻止對方的區域拒止 另外一個它是從頭就希望用分散的 用比較小型的戰爭讓所有的東西能夠慢慢的降溫 可以釋壓而不至節節高升 主要的目的是要很快的進入一個低檔的時期 彼此對峙但是不至於升高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看一看 是啊 這個Quincy報告它300多頁 非常的多 那其中有幾個亮點也提到說 他說美國應該要國力可負擔的起 意思就是美國以前全世界都有一些很多基地等等 他說要國力負擔得起 所以這也有一點點怎麼樣 戰略收縮 意思就是不要像以前一樣 到處都在投它的資源 另外我想問一下大使 因為它其實裡面講到台灣的部分 是講到要叫台灣學烏克蘭嗎 對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蠻恐怖的 這個是最奇怪 而且最擔心的 他說要促使台灣提高不對稱作戰的能力 重點要發展陸軍大幅減少海空軍的投資 那這個論點其實跟美國前國防部長艾斯培 他說台灣部分男女都要當兵 最好延期到一年以上 還說台灣的軍費太少太少了 應該達到3.2% 現在只有2點多而已 太少太少了 他艾斯培曾經是軍火商雷神公司的副總裁 然後希望台灣多買一點武器嗎 那針對F35戰機蔡英文這邊 想要買嘛 結果被打槍了 結果他還說這個 跟你不對稱不太一樣 你應該要買的是更多標槍跟獨刺導彈 那就叫台灣學烏克蘭 這已經很明顯了 這已經講過很多 他們一兩年前就在講 你知道我就講 我們這個去年這個美台工業會議 我們這個我們軍方沒有一個人去 那事實上美國是喜歡李喜民 所以讓李喜民的戰略 李喜民的戰略就是比較就本島防禦的 他在本島打這個不對稱戰爭的 所以李喜民還有一個戰略叫什麼 叫這個國防預備隊 對 也就是說在鄉村裡面 在台灣的各鄉鎮 然後珍募一些愛國青少年 然後青少年平時在公餘之嫌 給予他們一些軍事信念 然後如果這個在台灣發生戰事的時候 這些所有的國防預備隊就可以發生 就可以發生作用在鄉裡拿起武器 再鄉為良民 再軍為良兵 就開始打游擊戰 意思就是這樣 然後不要買大型艦艇 買那個小型的超小型的艦艇 一次一大堆 然後碰到大型艦艇的時候 以小博大 然後在台灣的這個海岸附近 讓進犯的軍隊會受到騷擾性的攻擊 那這套戰略被蔡英文他們否決了 所以她就下台了 那可是美國人現在把它搞到2049 去做計畫研究員 而且去年的美台工業會議 我們這邊台灣的國防部 沒有一個人派全部缺席 所以現在就變成就是說 對於防衛台灣的觀念 跟這些概念 跟這些策略 現在看起來 美國的想法已經越來越堅持了 所以跟台灣不一樣的話 那麼就要使台灣就範 所以各種說客 各種相關的都出來了 基本上台灣就要再 如果不幸跟大陸發生戰爭的話 台灣這個戰爭的型態由美國決定 也就是第二個烏克蘭 然後台灣用台灣這個 這個100公里的縱深 因為我們西部平原 就從海岸到這個中央山脈 也就100公里嘛 用這麼短短的縱深 要使大量的駐隊 這個進入台灣這個部隊 陷入戰爭的泥沼 然後在各個城鎮發生 這個可歌可泣的這種肉搏戰 然後互相拿著這些 這些刺針飛彈 或者說是各種的這種 單兵操作的武器 在戰場上互相廝殺 然後希望能夠 因為藉著現在就是說 全民皆兵嘛 現在要後備體系要重新建立嘛 然後男女皆兵嘛 都要變成義務役 變成這個跟我們當年一樣 我們當年服兩年兵役 兩年兵役啊 我們當年服兵役的時候 我光受訓就受了半年啊 六個月啊 我們三個月就在那個 就在那個鳳山路 那個步兵學校攻那個山頭 外面溫度三十八度四十度 我們穿著全副武裝 在裡面每天攻三頭 真的是苦不堪言啊 兩年的當兵 我們六個月還在受訓 還沒有下部隊了 結果派到金門去 我們那些同仁啊 一下部隊下部隊的時候 那個各個野戰師啊 那師長說 這個從台灣那個 那個六個月受訓 根本不能用啊 繼續拔街 繼續載到各個師部的新兵訓 再跟你受六個月 三個月的訓 還沒當兵兩年 我們就受訓受了九個月 那才是要真正在準備 準備這個打這些打持久戰的 現在聽說是16個禮拜 16個星期就退役了 前兩天我們不是 我們那個坦克車 在裡面壓死了一個新兵 他附武才一個月 所以進去操作不良 就出現這種問題 那個軍隊的武器 都不是開玩笑的 那現在美國人的意思的話 就非常清楚 我覺得根本就是 不是說這個 雛窮幾艦 就已經翻開給台灣看了 你就是要照烏克蘭的打法 好好替我們美國 守好台灣這塊土地 台灣的土地 是我們美國人很重視的 能不能把這場戰打得符合 美國人的需要 那是美國現在因應所盼望的 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好 你將來你要什麼武器 不是你決定 是由我美國來決定 我將來就是給你海馬4 本來不是給你要 給那個自走炮嗎 40門嗎 拜登搞到最後線不賣了 對 改發六套海馬4 多關火箭 射程大概不會是那300公里 我想大概就是80的 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美國給的主力武器 你看我們原來買了 原來是買了11套 後來本來40輛的自走炮 在拜登政府他都不賣了 改發什麼 改發六套海馬4火箭 另外刺針飛彈 然後飆艙飛彈 大量供應台灣 主要叫什麼 叫你打這些城市的巷戰 那就是說像現在烏克蘭一樣 難怪雷蒙多說台灣很恐怖 如果真的打的話 台積電怎麼保 那他才不管 台灣對美國人來講 這場你要發揮 美國認為有價值的作用 那才是有價值 有沒有價值 是對還是錯 不是台灣決定 是美國在決定 是 亮哥要補一下 他最近也把那個AGM-158 也取消了嘛 那個可以設370公里 那所以他基本上對源頭打擊 基本上是反對的 這非常明顯 而且海上作戰 他也不認為你發展太多有效啦 他認為阻止不住 所以你要準備的應該就是 登陸作戰跟地面作戰 那都是很慘烈的 對啊很慘烈的 我們當然是希望 不要發生戰爭 因為如果照美國這個做法的話 這個戰爭是會跟烏克蘭一樣 是在台灣這個地方的 我們還是希望呢 兩岸不要開火 還是希望能夠和平相處 謝謝大家收看囉 掰掰